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恶心 这是法国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让保尔萨特的小说成名作 哲学大家萨特被誉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 二十世纪思想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但是他拒绝接受任何奖项 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任何荣誉都会约束人 而他一辈子追求的就是自由 其实这句话也正是萨特哲学思想的一个通俗表达 总的来说 萨特的哲学核心主要有三点 存在先于本质 世界是荒谬的 以及自由选择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恶心 正是萨特哲学思想的文学呈现 这部哲学小说发表于1938年 五年后 也就是1943年 萨特出版《存在与虚无》 对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可以说 恶心既奠定了萨特的文学地位 又提前勾勒了萨特哲学思想的基本轮廓 我们来看看这部小说《恶心》 小说的主要内容 是一个名叫安托万·洛根丁的法国年轻人 在1932年初写下的一组日记 记述了他的日常行为和心理活动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迷茫和焦虑 以及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 随着主人公日记的展开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也逐渐呈现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 洛根丁是一个孤独的年轻知识分子 他在旅行六年后来到法国小城布韦尔定居 准备写一篇关于18世纪法国侯爵的传记 他去图书馆搜集资料 去咖啡馆消磨时光 还与老板娘私混 突然有一天 他看周边任何东西都觉得恶心 无论去哪里 恶心感都一直跟着他 他与多年前的情人安妮重逢后 发现安妮已变成一个笨重肥胖 心灰意懒的女人 与此同时 他觉得周围的人看起来都很陌生 很怪异 让他觉得恶心 他在恶心中经历了痛苦的挣扎 直到最后 他终于发现并理解了恶心的根源 于是放弃了传记写作 回到了巴黎 小说情节非常简单 他之所以获得读者青睐 在于极为细致的细节描写 以及丰富的幻觉 联想和意念 洛根丁为什么一直感到恶心 萨特如何通过洛根丁的恶心 来阐释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下面我将跟随小说的讲述 结合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 世界是荒谬的 以及自由选择的哲学观 逐一进行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主人公洛根丁 是如何感到恶心的 他几乎不关心时政 也不关注市场 科技 金融 等方面的信息 对娱乐八卦也没什么兴趣 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感受 他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他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恶心 你一定想问 是什么事情触发了 洛根丁的这种恶心感吗 然而并没有 就是在一个春日的午后 洛根丁突然对周边的一切 产生了怀疑 看什么都觉得恶心 恶心的感觉每个人都曾有过 你闻到臭味 看到丑陋肮脏的东西 尝到了变味的食品 大脑中就会闪过一句话 真恶心 这些恶心的感觉 源自具体的气味 形状或味道 然而 洛根丁的恶心却不是这样的 他的恶心不是因为事物难闻 难看或者难吃 而是一些我们平时 根本不会在意的细节 比如有一天 他在海边随手捡起了一个小石块 石块的一面是干的 另外一面是湿的 沾了沙子 他说 我的眼睛感到了一种淡淡的恶心 他回到家门口 觉得手上凉凉的 仔细一看呢 只不过是门锁 他说 我的手感到了一阵恶心 不仅如此 他还会把一般人整体看待的事物 分割成一个个无生命的部分来感知 比如 他在图书馆里 有一个熟人 他们曾经见过好几次面 但有一次 洛根丁花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 他觉得那个面孔不仅陌生 而且几乎就不能算是面孔 两个人握手的时候 洛根丁觉得自己攥着的 是一条肥大的 白色的蠕虫 他立刻把对方的手甩掉 然后 他看到那条手臂 无力地垂下来 不只是别人的脸和手 让他不舒服 他看自己也是一样 他照镜子 觉得自己的眼睛很可怕 很呆滞 周围长着像鱼鳞一样的红圈 他在撅起的嘴唇周围 看到棕色的皱纹 裂缝和隆起 在脸颊上看到一层细软的白毛 还有一对硕大的鼻孔 里边伸出两根鼻毛 他经常去一家咖啡馆 在那里 只要付钱 就可以找个女人满足一下 那天他点了一杯啤酒 坐下 足足半个小时 他看着杯子的上方 下方 左边 右边 就是不从整体上看这个杯子 他感到旁边有一大堆 暖乎乎的东西 一半在长椅上 另一半在桌子上 还从里边伸出了胳膊 在挥舞 原来 是几个在玩牌的人 可洛根丁根本没法 把他们当成完整的人看 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脑袋也是一样无生命的东西 稍微一转动就会从脖子上掉下来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洛根丁这个人真无聊 他或许就是喜欢制造充满恶趣味的联想和表述罢了 可是并非如此 洛根丁没有故意丑化别人 他也不是什么反社会人格 事实的情况是 一般人熟视无睹的日常景象 往往会让他感到陌生 咖啡馆里坐着一个男人 洛根丁看着他身上穿的蓝色衬衣 那衬衣下面的背带似乎是紫色的 却被淹没在了蓝色里面 他背后的墙壁是巧克力色的 洛根丁在日记中写道 这也产生了恶心 或者这就是恶心 恶心并不在我身上 我感到他在那里 在墙上 在背带上 在我四周 他与咖啡馆合二为一 我在恶心中 对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 洛根丁为何总是感到恶心 这就牵涉到 我们要说的萨特的第一个哲学观点 存在先于本质 我来具体解释下 洛根丁的恶心感 既是一种生理反应 也是一种心理反应 他的恶心有几个来源 比如陌生 恐惧 焦虑 厌恶 在洛根丁眼里 事物的物理特征 比如颜色 质地 形状 好像都是会变化 会浮动的 这种浮动 如此变幻不定 如此荒谬 导致他无法把握 无法从容应对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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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无法控制这个事物 所以他感到陌生 恐惧 进而产生一种复杂的焦虑感 也就是恶心 比如 刚刚提到的石块 他以为是干的 结果变成湿的 门锁呢 一会儿是温热的 一会儿是冰凉的 尤其是颜色 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环境 哪怕换一个人 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他在咖啡馆 看见的衣服 一会儿是蓝色 一会儿又变成紫色 所以 综合起来说就是 事物的物理特征 让洛根丁觉得陌生 恐惧焦虑厌恶 进而让他产生恶心感 那么 萨特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呢 在萨特的哲学里 颜色 重量 形状 光滑度等等 这些变动不定的物理特征 意味着本质 我们一般是通过本质 来认知事物 但是 人们在认知本质的同时 却忽略了 被这些本质所遮蔽的东西 这种东西 就是存在 存在的概念 是我们理解这本书的 关键所在 在萨特看来 事物的本质 是被规定的 比如 形状 色彩 气味 这些都是有形的物理特征 都是随时会发生变化的 但是 存在是不会变化的 存在才是事物本身 存在是第一位的 而本质是第二位的 存在在本质之前 所以 这里 我们可以抵达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 一个核心观点 存在 先于本质 萨特用存在 先于本质 这个观点 主要是想说明人的处境 在他看来 人是先有存在的 这种存在 空无所有 是没有任何定义的 充满各种可能性 而本质 是人通过后天的行为 才慢慢形成的性质 需要指出的是 萨特的看法 与传统哲学是对立的 传统哲学 讲掉本质 而萨特认为 本质不过是现象的 有机结合 人的本质 是后天行为 和自由选择的结果 而存在 才是第一位的 正是有形的本质 困扰着洛根丁 本质变化不断 无法捕捉 让他感到陌生 恐惧和恶心 比如现在 洛根丁出了 咖啡馆到街头 发现外面亮着路灯 他就赶紧躲进 黑黑的林音道 因为只要有光 他就又会看到 各种形状 色彩 这又让他感到恶心 他觉得在道路尽头 有一个黑洞 但凡是黑暗的角落 都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只觉得 在黑暗里 自己能感觉好受一些 因为恶心感 只会在有光的地方发生 只有当他在黑暗中 看不见事物的本质时 他才能感受到 事物的存在 存在是固定的 是不会变的 这让他感到放松 洛根丁一直在思考 这种感受 他在日记一开始 写了一段话 物体是没有生命的 不该触动人 我们使用物体 将它们放回原处 在它们中间生活 它们是有用的 仅此而已 然而 它们居然触动我 真是无法容忍 我害怕接触它们 仿佛它们 是有生命的野兽 洛根丁 不管在哪里 都会觉得环境 在袭击它 觉得它们 像有生命的野兽 比如 一把门 所袭击它的手 一张面孔 袭击它的眼睛 最平常的东西 也会让它感到陌生 让它感到无法控制 进而觉得恐惧厌恶 洛根丁这种恶心的来源 不管是生理 还是心理上 其实都可以用 萨特的另外一个观点来解释 即生存的荒谬 孤独 陌生 恐惧 这些感觉在本质上 都是洛根丁 对这个荒谬世界的怀疑和否定 生存的荒谬 存在的虚无 这也是萨特所生活的时代 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 洛根丁就是其中的典型 他在日记中写到时间的荒谬 当你生活时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环境在变化 人们进进出出 如此而已 从来不会有开始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 无缘无故 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 单调乏味的加法 时不时的 你会做部分小结 你会说 我已经履行三年了 我在布维尔 已经住了三年了 但是也不会有结尾 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 离开一个女人 一位朋友 一座城市 时间究竟是什么呢 洛根丁认为 就像人们通过描述事物的颜色 形状质地等物理特征 来把握事物 人们也通过创造开端和结束 过去和现在 这类概念来掌握时间 可是 时间原本是无穷无尽的 没有起点和终点 日常的时间只是人类认识自然 而创造出来的概念 和事物的物理特征一样 都属于变化不定的本质 我们说现在 在说出这个词的一瞬间 现在就已经成了过去 新的现在很快填补进来 过去和现在并没有什么固定的位置 和必然的关联 人们通过开端和结束 过去和现在这些概念 把握的只是时间的本质 对于人们认识和掌握时间的这种方式 洛根丁觉得是荒谬的 洛根丁说 我们喜欢把自己的生活 讲述成真实的故事 这些故事总是有头有尾 有开端 有发展 有高潮和结局 在故事里 时间有一个开端 比如说 1922年秋天 我在某某地方当书记员之类 但实际上 我们处在时间之中 时间并没有起点 它时时刻刻在变化 从现在变成过去 因此 对时间的无法把握 也成为洛根丁的焦虑之源 而与之相对的是 熟悉的音乐 能让它感到安心 音乐与生活体验相反 它像一个封存了时间的胶囊 让时间有了开端和终结 一段音乐每播放一次 每一个音符的位置 都是固定的 它出现 然后消失 然后新的音符又出现 又消失 当洛根丁听到熟悉的音乐时 觉得时间确实是有序的 可以把握的 它的情绪 也会顺着音乐而起落 它说 咖啡馆里放的一首老曲子 我喜欢那个旋律 无论播放多少次 听起来都是那些音符 不会有变化 不会让我感到陌生 因此 现在的我不在处于恶心中 而是在音乐中 而音乐结束之后 很快 时间又像眼睛所见的事物一样 成为全然的陌生 通过洛根丁的日记 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焦虑感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时间的流逝而焦虑 每个人都会说 生活很庸长 一天一天都是差不多的柴米油盐 衣食住行 但是 萨特笔下的洛根丁 从没有抱怨自己太穷 生活太平庸 他的焦虑 不是来自现实的生活 而是根本性的 是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体验到的焦虑 是生存的荒谬感 是个体的存在 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 这就是萨特的哲学野心所在 他渴望揭示这种根本性的焦虑 生存的荒谬 他追求无限地接近 我们人类生存的根本状况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种生存的荒谬 已经影响到洛根丁的事业 他的传记创作中 在小说中 洛根丁好像一直无所事事 到处闲逛 胡思乱想 其实不然 他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 他连续三年泡在图书馆里 写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 这个历史人物 是一位活跃在十八世纪末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贵族 名叫洛勒庞侯爵 洛根丁打算给侯爵写一部传记 前面说过 时间存在于过去 而洛根丁此时沉浸到历史档案里面 就意味着深入到时间的存在之中 写一本传记 是洛根丁给生活找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 不是那么容易能实现的 他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读书 查资料 在洛根丁看来 文字同音乐一样 也是可以把握的 当视线集中于文字上 他同样可以远离恶心感 然而 三年过去了 洛根丁诚实地表示 这本书 他写不完了 因为他无法写进一个人的所有细节 这位侯爵留下了很多书信档案 其中充满了谎言 吹嘘和夸夸其谈 一开始 洛根丁觉得很有意思 但后来他就心生嫌弃 觉得这位侯爵是在跟自己玩猫腻 他本以为可以从档案里找出一个人的真相 就好像这个人依然还活着似的 但现在他明白了 研究文字的实际结果 与其说是还原一个历史人物 不如说是凭空创造出一个人 洛勒旁侯爵属于过去 而所有对过去的叙述 都是为了重构一段有序的时间 把人生说成一个 似乎前后有关联的 内在统一的故事 在一部常规的传记里 主角的一生 肯定像是一场冒险 或是一场旅行 而冒险和旅行 都是冲着掌握时间而去的 要赋予时间以顺序和节奏 可是 置身于浩瀚的文字之中 洛根丁意识到 故事是一种欺骗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和别人的生活 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希望时间是有顺序的 这样才便于把握 现在 讲故事也已经被推充为 最为有效的广告营销技能 正是因为让时间变得有序 是一种诱惑 每个人都无法抵挡 不过 洛根丁是一个过于诚实的人 他不止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他认为所有的文字表述 都跟事实是两回事 文字表述制造出了幻觉 让我们以为可以把握过去了 实际上呢 在洛根丁眼里 所谓的顺序并不存在 在时间中 只有碎片 一切都是如此荒谬 面对着这种生存的荒谬 我们能做什么呢 这就说到了萨特的第三个哲学观点 自由选择 让我再一次回到萨特的哲学观点 存在现于本质 让我再一次重申 存在是未被规定的事物本身 本质就是构成事物的各种特征 我们平时所认知的 你关注的 甚至热爱的东西 往往只是本质 你喜欢一道菜 你喜欢的是它的色泽 香味口感 这些都是本质范畴里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给这道菜 添加各种象征 各种标签 你可能会说 它像是米其林三星厨师做的 这种很平常的认知 经过洛根丁的推销 变得可疑起来 他说 我们越是使用这些说辞 越强调这些本质 就越表明我们不敢面对事物的存在 我们现在所能触碰到的都是事物的本质 那我们曾经触碰过事物的存在吗 答案是有的 这种对存在的触碰 可以追溯到人诞生的那一刻 当一个人诞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眼中的世界 没有任何名称 规定象征或者标签 他只是单纯地被世界的本来面目 即存在所震撼 在最初的接触之后 一年一年的 婴儿变成成人 他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事物特征和现象 学会了用语言 描述事物的样子 也就是事物的本质 而这些本质 都是被人为规定的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越来越远离事物的存在 而整天跟事物的名称 颜色 形态 气味等本质特征打交道 洛根丁之所以感到恶心 是因为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并不认同事物的这些 被后天规定的本质 他像个出生的婴儿一样 关注的不是事物的本质 而是事物的存在 现在 通过洛根丁的思考 萨特要找回这个被忽略的存在 他断言 存在是先于本质的 而存在又总是隐蔽在本质后面 不让人看见 有一天 洛根丁在公园的长椅下 发现了一株栗子树的树根 他想 我怎么去描述这树根呢 我得解释这树根的尺寸 颜色用途 但是 在这样解释的时候 我已经不是在讲树根 而是在讲一些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了 他断定 颜色 形状 气味 口味之类的特征 都是不存在的 人们讨论一样东西的 颜色 形状 气味 口味 等等 是为了给这样东西 一个存在的理由 而实际上 任何东西 都没有必须存在的理由 事物的存在 完全出于偶然 而人的存在 就是把自己交给偶然 每一个时刻 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任何事 我们每天要接触 无数的事故 我们从未觉得 这里有什么问题 我们不会要求 一瓶汽水 一个酒杯 一张桌子 回应我们的接触 然而 萨特却说 我们活着的根本性荒谬就在于 我们呼喊 而世界冷漠地不予回应 于是 洛根丁最终放弃了对洛勒旁侯爵的研究 回到了日常生活里 在他常去的那家咖啡馆里 洛根丁看到的每个人都活得像机器人一样 他并不是从道德上批评这些人 并不是觉得他们饱食中日 大排喝酒聊天 他的意思是 这些人一直在触碰那些熟悉的东西 活在事物的各种物理特征里面 他们假装很了解事故 为的是避免被事物的存在所撞击 你可能会觉得萨特在刻意地制造一种冲突 刻意把司空见惯的事情 说得让人心里不安 难道世界的丰富多彩 不是一件好事吗 他非要说恶心 这不是无病呻吟 没事找事吗 但是现在 我们需要更新这种认识 我们只要诚实地回答一个问题 我活着 我焦虑吗 如果回答是 那么这本恶心就是为我们而写的 萨特引导我们去思考焦虑的根源 他跟没钱 跟工作太忙 跟家庭负担重等等无关 焦虑是无法避免 无法克服的 他来自我们降生的那一刻 来自最初的陌生感 来自完全偶然的存在性的相遇 萨特正是用这种看上去很消极 很不留希望的观点 来刺穿一切表象 表象只会制造差异 制造不平等 而萨特要我们认识到 本质是后天的 是随时会变化的 存在才是事物的本身 我们去认知这种存在 并不是为了陷入一种空虚状态 而是为了回到诞生的时刻 回到不受任何规定和限制的存在本身 人最初的存在是基于空无的 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拥有绝对的自由 我们才可以通过自由选择 来创造自己的本质 在小说里 洛根丁不管是去旅行 去听音乐 还是去做历史研究 都是在冒险 而事实上 他哪怕什么都不做 无所事事 都是在做选择 选择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我想 你不一定要同意这种观点和推论 但你至少可以想象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恶心这本书 对当时普遍焦虑 颓废 惶惶不安的法国人 产生了怎样的心灵冲击 这部哲理小说 通篇都是洛根丁的各种碎碎念 没有什么情节 但是洛根丁就恶心感所展开的探索 不仅给焦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并指出了一种超越焦虑的可能 萨特要求我们面对荒谬 超越焦虑 并不是要求你看破红尘 超凡入胜 他指出的解决道路 即自由选择 然而自由选择的代价是什么呢 萨特再次从现实层面上提出了问题 萨特再次强调 存在是先天的 本质是后天的 因此我们可以自由选择 但要我们必须承担选择之后的责任 这是焦虑的又一个来源 为了躲避焦虑 我们一直在自我欺骗 我们不敢面对事物的存在 只注意事物的各种特征 我们虚构出了时间的有序 以便可以把握时间 现在我们又为了逃避随之而来的责任 而试图否认个人的自由 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当你必须为一件行为负责的时候 你会辩解说 当时你是身不由己 洛根丁也是这样的 小说写道 洛根丁放弃写《侯爵传记》的计划后 他又找到了下一个生活目标 女人 洛根丁一直跟咖啡馆的老板娘和女招待油然 但是他心里最挂念的是前女友安妮 他们两个人分手已有六年 之后互无音讯 但现在 安妮说她就在巴黎 很想同洛根丁见一面 洛根丁一开始很激动 但随即又想起两人在一起时的各种争执 他犹豫不决起来 他说 我要么去见他 要么什么也不干 我的抉择将决定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感受到了一种责任的压力 洛根丁最后是这么做的 他去见安妮 却跟自己说 哎 我别无选择 他对这次见面 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他想把自己的恶心告诉安妮 之后 他打算就彻底告别布韦尔和安妮一起生活在巴黎 他们两个如期见面 然而见面时 有些尴尬 六年不见 洛根丁发现 安妮变老了 原先的魅力荡然无存 更让他惊诧的是 安妮已经是好几个男人的情妇 这些男人买了一套公寓送给他 现在 甚至两人之间的沟通都出现了困难 每当洛根丁呆呆地看着安妮 安妮就嘲笑他那副天真的样子 你如果听说过萨特的另一句名言 他人及地狱的话 你就会理解他为何这样写了 过去沉默了 昔日的时光是找不回来的 各种因素都在拉大人与人的距离 曾经和你亲亲我我的人 多年后 你不仅不敢认 连说句话都困难 安妮对洛根丁说 我很高兴你一点都没变 我很需要你一直这样下去 你就是一块里程碑 只有你不变 你才会知道这些年我变了多少 这样听起来 似乎安妮还是值得交流的 但是 当洛根丁说起恶心 说起存在限于本质的时候 安妮说 别胡扯了 你走吧 跟安妮无法复合 让洛根丁有些伤心 他重新走上街头 感到有些孤独 但是又因为自己领悟到了存在的奥秘 而心生安慰 他想去图书馆 跟一个熟人说声再见 可是当他见到那个人的时候 那个熟人正因为公然猥亵一个小男孩 而被人追打 这就是萨特眼里的世界 无序 混乱 从人到乎到时间 都无法把握 到处都是偶然 到处都是让你茫然无措的偶发事件 我们绝对自由 同时 我们要接受自由选择 带来的责任 不管是痛苦的体验 还是欢乐的体验 我们都是在创造自己的本质 创造自己的人生 恶心最早出版于1938年 那可能是法国人有史以来 最焦虑不安的一年 但萨特所提出的恶心 并不是对当时的政治 经济社会的批判 而是用来描绘生存的终极性焦虑 通过描绘洛根丁 这么一个截然一身 每天内心系很丰富的小知识分子 萨特展示了一种 与众不同的感知方式 谁也不会喜欢恶心 可是 若能领会书中所说的那种 恶心 能理解萨特的存在 限于本质 生存的荒谬 自由选择的重要 能明白偶然 荒谬 无需焦虑 将与你永久相随 你将超越原先对生活的理解 你将获得一种 全新的打开生活的方式 那就是 认识这个世界 本来的存在 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 并为它负责 好了 恶心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到这里 谢谢大家